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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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肉不欢 自从养了宠物后 就开始尽量少吃肉了 人造肉算给我 这种人多个选择吧 大家不是想吃 不买就是了 也有网友指 常期食用植物肉 对人类身体有害 老美发明的 用大豆做的高纳食品 好多添加剂 人家都 不吃 非要推广到中国 而且高纳容易患 心脑血管病 等 网友意见不一 植物肉主要以大豆 豌豆 小麦等作物中提取的植物蛋白为原料 采用化学分离的方式 从原材料中提取人体所需的植物蛋白 再经过加热 挤压 冷却 定型等一系列步骤 使其具备动物肉制品的质地和口感 无论如何 都要依照自己的健康情况 选择适合自己的食物 随后关小彤工作室发微博澄清 称吃播分享不存在假吃 因时常原因删除了部分镜头 产生了不必要的误会 原视频已删除 编辑 张一佳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